原油价格屡创新高,能否半路上车? 欢迎大家收看本期GoMarkets独家解读 从8月开始,国际原油价格震荡大幅上涨 布伦特原油与WTI原油月内均突破前高 供给方面,8月底,在美国登陆的飓风 对美国原油产量造成了阶段性的打击 目前还未完全恢复 OPEC面对不断走高的油价并未提高增产计划 而是计划11月份维持既定的40万桶每日增量 美国方面仍有考虑释放战略储备 此外,伊朗和谐一问题也是供给端潜在的变量 伊朗石油部长呼吁美国和欧洲国家解除对伊朗的制裁 以缓解全球能源危机 需求方面 近期,全球能源形势紧张 包括天然气、煤炭价格均出现暴涨创新高 极大提振石油替代需求预期 厂内油资借机拉高原油意图明显 主流国际机构也上调年内油价至90美元 如供需紧张局面无法得到有效改善 油价大概率仍将强势上行 目前原油走势仍为多头格局 若油价仍旧强势上行 策略上考虑逢低做多 当美国原油价格回落至77.5伏计时 可考虑梯度减仓 总之,无论是去年的能源价格暴跌 还是今年的暴涨 都是典型行业周期的体现 正是去年的暴跌导致了今年的暴涨 同样的道理 今年能源价格的意外暴涨 将推动未来供需走向新的平衡 甚至导致2022年和2023年出现严重的供过欲求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大家如果想要获取详细的文字报告 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在澳洲的朋友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 03-8658-0602 喜欢我们的内容 记得点赞收藏 并关注我们的频道 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收藏